小牛奥利 奥利 还要多久才能找到宝藏呀 我快热死了 卡爹 我们快到了 再坚持一下 藏宝图上说 宝藏就在这个沙漠中 好想吃冰淇淋啊 地上怎么长出抹茶味的冰淇淋 什么冰淇淋 卡爹 你糊涂了吗 奥利 先给你吃一口 你不要过来 好想吃啊 好想吃啊 还有数不清的宝石 我们快点进去看看 奥利凯蒂走到金字塔里面 我觉得这里面好阴森可怕呀 别怕凯蒂 宝箱还在前面等着我们呢 奥利快看 哇是宝箱 快看看有什么宝贝 这里面没有宝石 这倒是些什么布石头 你们上当了 我要独占下面的宝藏了 大灰狼摁下了一个开关 拜拜了小牛们 可恶的大灰狼 我们再也出不去了 可恶的 快看 我又在箱子里发现了一个机器 有一张说明书 让我看看 化石转换器 可以把不同的化石 变成不同的恐龙 哇是真的吗 变出了个大恐龙 我们就得救了 奥利我们试试吧 哇是小恐龙 这么小的恐龙 我不认为小恐龙可以帮我们打破笼子 不用打破笼子 我们也可以出去的 你看 小恐龙挖了一个地道 小恐龙向他们招手 我们快走吧 我一定要找到大灰狼报仇 大灰狼在挖宝箱 宝箱归我了 天哪 发生了什么事 竟然是宝箱怪 妈妈呀 我还以为我们会一直困在笼子里 幸好有小恐龙 小恐龙变回去了 没关系 我这里还有其他的花石 快看了开店 那是宝箱 哦不 奥利 那是宝箱怪 不是宝箱 这应该就是最后的宝箱了吧 让我先看看藏宝图 糟糕 宝箱怪苏醒了 哦 是霸王龙 真的好小哦 幸好有花石转婚器 好耶 宝箱怪被打败了 看来大灰狼也吃了大苦头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